好,990308,零件1建模完畢,零件2也建模完畢 接下来我们进展到零件4的建模 我们来看题目的零件4在什么地方呢 零件4在这个地方 看到吗?好,往下 这个零件1没有了 零件4相关的尺寸在这个地方 好,那二话不多说 我们就开始把308,零件4 我们接下来来示范建模 回到home件,回到直立面 在这个地方画一个圆 直径是52,起初是19 再从它的 看一下它的YZ平面做一个pro 在这个地方,我们画一条草图线 再拉斜斜的一条线 两条线出来了 但是是绿线啊 表示还没有完成草图 需要再约束一下 我们再画一条线 实力的 再抓这个点 画一个点 你用这个点去怎么样 去标注 它的一个距离是11.5 11.5除以2才对 5.75 直接用电脑去算 再画一条水平线 是10 高度是1 再画一个1 有有有有有有 再来一个 我们自己画一个追度参照了啊 然后利用平行约束 让它来约束 约束 你来约束一下 OK 全选一下 让它变成虚线的 不要让我搞混了 然后再画下来 接起来 让它变成一个封闭的区域 然后我们针对中间的轴线 来做回转 回转出中间的一个锥形孔 好 再来 绘制 二D草图 抓到这个面 我们在这个面上 我们来画橘心 这里有一个 画一个正方形 投影集合图形 抓出这边 这条面的圆 那 这样才能去标注它的一个距离 这个点也把它画上去 利用这两点把它标注起来 1.4 它的一个宽度是3 这样有没有对称中心呢 不确定喔 你自己要把约束让它对称中间的轴线 否则它会歪歪的喔 这里2.5才对 2.5 把它长一点 好 我们找到这个 面 再用一条线 再用一条线 把它拉过来 重叠 这条斜线 我们就用掃掠的方式 针对 路径 什么路径 刚才我们有画 一个斜斜的 线 有没有 我们要盖铁路嘛 铁路要从这边挖斜的山洞 就针对这个路径 进行 投影起合图形也抓一下 再画一次 斜线 跟着这条边去画 完成草图 扫掠 针对这个路径 去做 挖除的动作 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 斜向的山洞 就把它盖好了 对不对 好 再画一条直线 让它变成虚线 那我们就标注 这个线的一个距离是 46.6除以2 也就是23.3 再画一条垂直线 这条垂直线 让它变虚线 那它距离 左边 是19除以2 在上面 还有 再画一个梯形 倒梯形 让这个两边 针对中间 来做一个对称的约束 点把约束好 那我们来 决定它的尺寸 这里要抓点 所以画点 然后从这个点 跟这个点 去画 它的尺寸是8 标注 角度 34度 这个 的高度 是6.3 上面 画起来 封闭起来 我们来做回转 找到什么轴线 对 针对这个轴线 我们回转出来 就像扯铃一样 有没有 或者你妈妈有在封线 0.5的导圆角 要做在哪些地方 题目看一下 对 这四个圆圈 有导圆角 0.5 外面是导圆角 1 做出来 就有点像 这种 残线的一种东西 有点像尺寸 那这样大概 看起来 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完成 3080件4的一个建模了